所有罪孽全因我张翠山而起 今日愿意一死 话笑干戈 张翠山突然挥剑自吻 就连张三丰都来不及阻止 各大门派的高手更是猝不及防 宾素素和宋远乔赶来 见到张翠山的尸体伤心不已 正当众人沉浸在悲伤中时 门外传来了张无忌的叫喊声 陆战客勉强接下张三丰一招 只觉得五脏六腑震荡不已 连忙施展轻功狼狈逃走 张无忌和樱素素母子重逢 紧紧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张无忌看着张翠山的尸体 不解地询问樱素素 众人为何要逼死张翠山 这些你都要牢牢地记得 一个都不要放 娘 我不要抱什么仇 我只要跌活 张无忌并未被仇恨冲昏头脑 他只想让张翠山复活过来 樱素素心知张翠山之所以自问 他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并且他也不想继续苟活下去 而各大门派的高手 得不到谢迅的下落 势必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樱素素心生一计 声称要把谢迅的下落 告诉给空文大师 山崽山崽 与世主若是早说出来 张无忌也不会自尽了 谢迅他就在 空文大师本以为可以得偿所愿 却发现根本听不清樱素素所言 樱素素见计谋得逞 随即大声说出谢迅就在那个地方 让空文大师自己派人去找 空文大师本想继续追问 却被各门各派的高手围了起来 纷纷要他说出谢迅的下落 樱素素来到张无忌的身前 让张无忌不用担心 他是在片内的大和尚 让这群所谓的名门正派狗摇狗 如今没了后部之忧 樱素素猛地抽出匕首刺向自己 对着张无忌说出了至理名言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是樱素素留给张无忌的最后一个忠告 张无忌一天之内痛失双亲 三口之家已然破碎 空文大师身为少林方丈 总算还是有点气度 没有继续为难张无忌 带着各派高手离开了武当山 众人刚离开后不久 张无忌就突然晕倒了过去 张三丰带着不祥的预感 解开了张无忌的衣服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手掌印 张三丰深知 玄冥神掌的厉害 别说是张无忌这个小孩子 就算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中了玄冥神掌也是凶多吉少 而打伤张无忌之人 虽然没有用出全部功力 却也让张三丰束手无策 只能暂时保住张无忌一段时间 要想完全断根全域 除非我的师父 绝远大师 附生 把全部旧阳真经传授于我 以阳之音 否则 绝远大师在临死前 将旧阳真经口述了出来 当时在场的总共有三人 分别是张三丰和郭湘 以及少林寺的无色禅师 张三丰凭借部分旧阳真经 创造出了恐怖的纯阳无疾功 无色禅师当时修为更高 因此记住了更多的九阳真经 同样领悟出了少林九阳功 为了驱除张无忌体内的寒毒 张三丰带着张无忌前往少林 希望能以武当九阳功 与少林九阳功相互补义 奈何空文大师因为门户之鉴 不肯与张三丰交换 让张三丰和张无忌两人 在少林寺外等了整整三天三夜 张三丰进人室看天命 带着张无忌离开了少林寺 决定另寻办法救治张无忌 两人在陆经汗水时 遇见了名教高手常玉春 遭到朝廷六扇门的追杀 老大师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们是衙门的 奉命捉拿援州魔教反贼余孽